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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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有的时候我觉得做这种东西最拿捏不准的就是要加多少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可以你自己看 看个人 对 我觉得其实不要插的太多 其实OK的 你那样混起来OK喔 更好闻 这我觉得应该不够 应该再要一颗蛋黄才差 是吗 我脸小欸 但是我喜欢那种厚厚的 敷得很厚的面图 其实我是觉得我喜欢稍微薄一点的 我很喜欢那种厚厚的 我觉得那样才有效果 那么大家都知道 蜂蜜跟蛋黄是比较滋养的 所以比较适合这种干性皮肤的人使用 那么另外呢 因为是天然的关系 像蛋黄一般人使用 其实来讲都不太会容易过敏的 那么另外如果说你想像在夏天的时候 你把它冰到冰箱里面 拿出来再有那种冰镇的效果 尤其是如果说你在外面晒了一天 所以脸都这样红红的 然后因为你尤其干性皮肤 一晒更是不得了 整个就这样红红 其实这个应该油性也能用吧 不会比较干 你用那个蛋黄在脸上就会比较干 应该说它会抓得更紧 因为我想说如果晒过之后可能就稍微的 冰镇可以啦 但是它的养分上面呢 可能呢 如果说你有痘痘问题的话 可能草莓会比较适合 好了 我们第三个就是敏感性皮肤啦 有点 你是敏感 我可以一起用 那么这个燕麦呢 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它是非常的舒缓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燕麦啊 其实有对于像 比如说你被这种毒性的这个植物如果弄到的话呢 会有那种退疹啊 然后它会让你消肿 对 消肿的这种效果 另外呢 加上这个酸奶 就是yogurt 那yogurt大家都知道 其实很多人都喜欢把这个过期的牛奶拿来洗澡啦 或是做互付产品 这是一样的道理喔 其实也可以使用 是要过期吗 还是 不用不用不用 这个已经本来就是过期了 因为是yogurt嘛 酸奶它就是这种 然后呢 再过期的过期 对 把它加进去 然后呢 其实燕麦呢 我是建议大家 可以用那个blender把它打成比较细 细的 对对对 因为像这样的话太粗了 反而变成是一种 变成去角质的感觉 一大块一大块 是建议大家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 是护肤的话 是要放在脸上才10到15分钟 OK 跟去角质不太一样 大家可能会有点疑惑 但是如果说你要护肤的话呢 我是建议大家 最好先去角质 去角质 然后再做这些 效果会更好 今天先试试这款吧 好 你试试这款 我试试中间这款 好吧 这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方法 另外呢 也不会花太多的钱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在家里好好地用 让自己里里外外都美美的 我们稍微学习下 一会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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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